欢迎回到华视新闻杂志 人类饲养的宠物大多都能被细心照顾 但生活在大自然的野生动物 一旦漆地遭到破坏 就有可能引发生存危机 金门有许多特殊的野生物种 像是金龟 缅甸蟒 中华白海豚 还有台湾本岛没有的欧亚水榻 但鹿沙搁浅蝉网事件 让这些动物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金门县野生动物救援季保育协会 从2016到2023年底 总计救援超过3000只的野生动物 成功野放数量也超过1800只 每一起伤亡事件 仿佛也在传达另一种环境警讯 2021年 黎岛唯一的野生动物救伤站 在金门成立 人与自然界生物该如何和平共存 接下来镜头带您一起前进金门 跟着兽医师和保育员 共同展开 黎岛即可救援 野生动物救伤行动 不同于一般的猫狗 这些野生动物其实很少人都帮他们发生 其实面临的问题 应该还是起地也破坏了 救伤最重要的目的 反而是阻止动物再进到救伤站里面 插名死因就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这个是这只动物它要告诉我们的讯息 动物它们出去也放在那一瞬间 是最大的成就感 9201班机飞往金门上林机场 抵达的时间目前看起来是在早上的9点30分 目前机场附近的天气是小的小雨 气温站22度的420度 在我们抵达的同时 狐蛇专家也骑着摩托车 将刚从鸡舍附近被网子缠住的缅电蟒 紧急送到金门岛上 位于金湖镇的野生动物救伤站 它把那个头用布抱住 也是机舍 对 这是什么型 缅电蟒 缅电蟒 对 它就是缠住网子 整个被网子缠住 对啊 它缠住我们然后把它剪开 谢谢 饱受精神的缅电蟒 在旧伤站的兽医师和保育员协助之下 从马布袋脱身 重见天日 这是在机舍里面还是外面 外面 外面 这是民众报案 然后我们去帮民众处理 机舍产网也很多 接下来一连串的检查作业 又随即展开 4点86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年幼 很尖啊 完整的物质 216 就是帮它补充一些水分 对 因为它 有时候阐网时间比较长 有时候会脱水 缅电蟒是世界上最巨型的蛇类之一 分布范围主要在东南亚 基门岛上也是其中一个族群活跃地点 最后再放 可以 可以 就天气一开始越来越热 爬虫类活动就会更频繁 八年级生陈亭 是金门人 也是目前旧商站唯一的受益师 我觉得一只动物的心情 应该每个受益都一样 就是 想尽各种可能的方式 只要把它救回来 就是专心想说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 我可以去让它过得好一点 这样子 为家乡金门贡献所学 是它在离岛生活日常 重要的快乐泉源 除了去救这些落难的野生动物之外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把这些动物 它为什么会受伤 然后的这些原因告诉金门的在地民众 甚至是台湾的民众 就是做救伤最重要的目的 反而是阻止动物再进到救伤站里面来 位在金门金湖镇这个废弃的军营 过去它是虎啸部队驻扎的营区 也是现在岛上唯一的野生动物急救站 保育员加上受益师 这些年来持续守护离岛的落难动物 期待他们有一天可以健康地重回野外棋地 11130406跟11130407两只麻雀 那个黏鹰子的胶都洗掉了 那等下我检查一下之后 可以的话应该就可以野方 毕竟那天洗了好多次 应该都掉了 好 这只比较... 对 这只比较... 个性比较... 物业的段方不错吧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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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工作人员准备将从年营板上 抢救回来的两只小麻雀 让他们重回气地 但在野方之前 还得通过一连串的测试 才能放心 对啊 对啊 滚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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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碰到他了 哦 難怪我們難走 他是老的那一隻 胃腸11.7 胃腸31.2 最大胃腸71 不算扯了 差一點 這怎麼辦 就 慢慢走 我保證好了 我保證好了 應該可以到後面一點 數目比較多一點的地方 應該是在這間餐廳被盡到的 哦 有沒有 太罷了 要幹嘛 馬上加入他們 商譽歸隊的兩隻麻雀 舞動翅膀盡情飛翔 再一次重回他們熟悉的大自然 開始他是在這間餐廳的外面被撿到 那我們野放通常都會挑食貨地點的附近做野放 金門縣野生動物救援 紀保育協會 自2015年成立以來 肩負著離島即刻救援任務 2021年舊商站成立 這是離島唯一 也是金門守護野生動物的最前線 動物其實面臨的問題 還是七地的破壞 會有開發的建設 就是使用到七地的時候 可能我們工程設計或是在動工的過程 也沒有那麼謹慎地去避開 落難的事件 會比較頻繁地發生 好 我就要把這間餐廳 八年級生 吳俊偉 大學念的是生物資源系 五歲之前 他都在金門生活 如今七年返鄉 成為舊商站保育員 舌類的話 其實我在大學的時候 根本沒有接觸過 其實我剛來的時候也是很怕 然後來第二天就被咬 就是被一整大隻的明天盲咬 然後就是手都是血 但其實我發現 後來被咬過一次 後面就是覺得 好像沒有想像中的痛 所以就有比較勇敢 對 我拉這邊 好 帶子給我 如果是健康的舌類 其實我們就是剛剛的測量動作 就是會做一些長度 體重還有性別 這些去做紀錄 那紀錄完之後就會選 比較沒有人的地方 然後去做野放 從2016年至2023年底 他們總計救援金門島上 2312隻活體野生動物 成功野放數量超過1800 不過經由通報 發現已經死亡的個體數 也多達702隻 對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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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曾经广为分布在台湾本岛的欧亚水榻 活动范围大多在海拔1500公尺以下的溪流河川 目前只在金门本岛有稳定族群 已被列为台湾濒临绝种的野生动物 自己来杨宾湖其实应该都还有水榻在活动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今天水榻有没有出来 有没有它的痕迹之类的 看看排椅 那因为这边上面是水泥地 所以其实也不太容易留下脚印 脚印比较容易留下的就是沙地 就是比较干干的沙地 因为这边上来就是整个都是水泥的状态 所以它可能会留下痕迹但是一下就干了 这边有好几台自动相机 这边有一台 然后其实桥下也有 对 那个柱子那边有自动相机 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我在想说前面另外哪一场呢 那因为现在退潮了 其实我们可以走到海边过去会比较舒服 所以之前这边会有那种海豚搁浅 对 2023年 2023年 就是去年的时候呢 大概我们在这边发现了至少三四起的海豚搁浅 它是到时候不去一点战车的地方 通常都在那附近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海流的关系 所以它不一定在这里死 但是它这样被海流漂 然后到那边被民众发现 我们这边救伤第一名的可能就是车祸 车祸就是道路的密度 然后跟用路人的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每条道路跟林子 其实是蛮接近的 所以车祸是第一名的 危机的部分可能就是很多也是都跟人为有关 譬如说蟬网 窗沙 这些都是人跟兽中间的冲突 来了来了 两只两只 海豫搁浅 公路路沙 这些可能都是野生动物致命的危机 对因为你会一直需要接触动物的生死 但其实在照样过程中 对动物没有感情是不可能的 虽然说我们必须要保持说 尽量对每只动物都是 不要抱太多的情感同步之类的 对但就是你还是会有点 你的感情会产生 对 因为还是有一些成功案例 所以它可能是有一种互相补偿的 因为有些动物其实在照样过程中就是很可爱 然后看到那些画面 其实你也会稍微有点被疗愈 他们齐心守护金门岛上动物 救伤站不止医疗守护 教育才是落实保育的关键 还在毒瘦医器的时候 其实你就已经会开始接触到一些 医疗的极限 兽医也不是神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 什么状况都处理到 就是它可以恢复 对 很多疾病它是真的就是 没办法只能一步一步走向死亡 我觉得虽然没办法救活它 难过是一定会有 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 你要怎么样去做才不会对不起这只动物 那我觉得查明死因就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这个是这只动物它要告诉你的讯息 那这个讯息我可以再告诉更多的人 那它的死就不会白费 我觉得动物可能都不太会认为就是一种享受 我觉得它们如果可以选择 它们应该也会想要就是在野外 自己好好的就是吃东西 大家好我是曹鸿莹 我来自台北市 透过救助这些野生动物 学习到一些救助的知识 救伤的知识 然后还有了解到它们 平常有遇到什么样的困境 还有如何去改善这样的情况 无论来自哪个城市 它们在金门 一起为野生动物的生存 继续奋战 这个可能还要再一两坨 这个颜色还不够黑 救伤这个角度 不管是使命感想 或是觉得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喜欢 因为有很多的动物 可能一辈子你都看不到 摸不到 不同于一般的猫狗 它们可能还有四年 有人帮它们照顾喂养 可是这些野生动物 其实很少人跟帮它们发生 让这些动物有比较好的机会 可以回到野外去 那这当然就是一个保育的行动 这些动物它想告诉我们的讯息 是什么 那我们之后可以这么做 对那这其实才是 把救伤这件事情的影响力放大 离岛唯一野生动物救伤战 所有成员共同肩负保育与教育之责 期待人与弃地相互 在同一个天空之下 相互依存 彼此共好